HELLO 聊世紀 天氣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現在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徹是吃野餵的時間 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而且步兵有個六五折步兵 到了後期地龍時代還可以再多加死人口 可以高達兩百一死人口 進行海量步兵的壓制 哥德仁一開始也可以研發織布技術 而且不需要研發時間 只要一秒鐘啦 嚴格上來說還是要 一秒鐘就可以研發好 就可以去射對方的路 把對方的路給射死 甚至也可以看到對方的野豬 把對方的野豬給射掉 這個打法算是近期的頂尖高手們 很常做的一件事情 相當於遇到瑪雅或中國 也要特別小心這個打法 尤其是庫曼人 對手是庫曼人的情況下 你是瑪雅或中國或哥德 都可以用這一招去射掉對方的路 跟爪哇野豬 那為什麼這三個文明可以這樣做 是因為一開局都會去研發織布技術的關係 這邊想要射掉野豬 但是射不掉 雖然哥德仁的村民打野豬傷害非常高 但是如果被對方先拉走的話 就沒意義了 哥德仁雖然可以站著把野豬射死 那如果你有一定的手術的話 還是建議去插這個牧牆 把它插在原地附近 然後把野豬射死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哥德的開局呢 就可以去把對方的路給射掉 那如果對手是庫曼的情況下 更需要吃這個路肉或是屈者羅倫 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封建時代 都需要大量的肉 去支撐自己的經濟 那屈者羅倫是因為他 民養不太會吃的關係 所以一定要依賴這個鹿肉 還有這個豬肉 那庫曼則是封建時代雙TC 沒有鹿肉的話很容易就斷肉了 所以哥德仁如果遇到這兩個文品的話 稍微去針對一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破爛人這個文 那破爛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大莊園 在旁邊撒下農田之後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 那破爛人呢這個效果 讓他後期出大肉馬跟戰錘兵 都是非常簡單的 那破爛人也是食物採取最快的文明 那破爛人他的經濟也很好 但他的科技也算是很完善 生女科技重要的科技都有 而且他的弓兵也有拇指環 副兵也是三級板甲跟三級弓 騎兵路線雖然沒有三級馬甲 但是有這個貴族特權 一隻騎士只要30塊黃金 後期的大肉馬 配上烈克體克遺產 或者擴散傷害的效果 讓破爛人後期的馬就科技 是相當完善的 那弓兵路線呢 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但是有拇指環 所以問題也不大 那破爛人比較會害怕 對方的遊俠或是駱駝 因為破爛人本身呢 只有重裝長槍兵 並沒有擊兵的 所以遇到同樣是馬國的情況下 除了用自己的重裝騎士 數量壓制對手之外呢 只能用長槍兵或是戰錘兵 進行反制 那破爛人的後期也可以打火炮 所以後期針對工程器的問題也不太大 好那這邊看到破爛人 欸路還有路 哈哈 他推了一個超遠的路 他說 這條路是從哪裡來的 OK他從非常遠的野外 推了一條路回來 OK那破爛人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因為他的這個經濟是非常好的 他除了在大中原旁邊撒農田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之外 他連挖石頭都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破爛人在正常的把自己的附近 跟眼睛挖完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也挖完的情況 也會比對方的黃金更多一些 所以如果你喜歡開農型的玩家的話 破爛人一定不要錯過 破爛人雖然是一個DLC文明 當然我也是覺得破爛是DLC裡面 最值得買的一個文明 好那目前看到 哥德這邊是20批上封建 那破爛這邊也是20批 現在20批都有點算是 稍晚了一點點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 哥德開局去射入ROAD關係 那破爛這邊可能是也沒有ROAD關係 所以生時代會稍微慢了一點點 哥德這邊是3棒棒開局 哥德人在黑暗時代產生棒棒 就有這個折扣的效果 所以3棒棒轉裝甲步兵的升級打法 也是哥德人會比較常見的 甚至後續可以補到5隻棒棒 甚至6隻 都可以稍微嘗試一下 但是哥德這邊按了3隻棒棒之後 生完裝甲步兵就沒有再繼續按了 OK 補下一隻弓兵 開始轉弓兵陷入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裝甲步兵怎麼秀的 先躺後方的刺猴 那遇到對方的裝甲的話 有兩個方式可以選擇 一個是按大量槍兵 然後再加上弓箭手去進行扣血 哎唷 下面的ROAD被戳掉了 那為什麼槍兵可以跟這個裝甲步兵打 是因為槍兵本身有3.3害 那裝甲步兵是沒有任何的近戰防禦力的 所以你怎麼戳呢 對方都是可以戳到3滴血 再搭配村民一起圍毆的話 可以算是蠻好解 可以戳裝甲步兵的一個方法 最好的方法還是出小弓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戳裝甲步兵的話 就按一些槍兵 然後配上你的村民 直接爆船爆打一波 也是可以考慮的 記得要把這個殘血的村民拉走就可以了 那這邊應該不會開打了 看起來破爛金開始灑農田了 第二個大莊園也補下了 那大莊園在這次改版來說 算是小小的buff了一下 因為他的大莊園已經變成100木頭了 喔不是125木頭 而且也是保留這個加五人口的效果 所以破爛大莊園算是一個CP值很高的建築物 這同時也是破爛的祕脈 只要大莊園拆得多 這個破爛人就會死很快 好直接繞到上方 從上方突襲 而且帶了兩隻工兵來 要收掉村民應該問題不大 好這隻村民應該逃不掉了 這裡想要逼對手補一個 射箭場 補這個箭塔 但是沒有辦法補 喔最後被收掉了一村 突然開局死兩村 哥德這波裝甲配小公非常兇狠 第三隻村民有機會嗎 看來沒有了 槍兵第一時間被毛兵給收掉 剩下四隻裝甲 跟一隻工兵加毛兵 那目前步兵的話只有一點的防護率 現在毛兵已經點了一級射 所以現在打一下這個裝甲步兵 還有兩滴血的傷害 結果下面又來一坨工兵 直接打一個雙線 把波蘭打到一個措手不及 又擊殺到了一村 波蘭現在開局損失了三隻村民 非常的難受啊 上方的毛兵繼續想要攔截 右邊的毛兵加工兵 被一對的毛兵給包夾 前方的毛兵想要阻擋 但這邊上高地毛兵有點害怕 補了一隻肉馬過來 這不是補的 這是原本那隻殘血的 三隻毛兵 前推 後面的毛兵也在反擊裝甲步兵當中 現在三邊 守得還算可以 忽然損失了三隻村民 但經濟應該是沒有落後哥德太多才是 來看一下經濟 果然果不起來 波蘭在這個時候 經濟還會贏哥德倫 即使死了三村 畢竟這個 立即獲得8%食物 實在是太猛了 但現在 斯拉夫人 農田工作效率變回15% 我也不確定波蘭到底有沒有輸 但目前看起來 波蘭到後期的經濟還是很好 立即給資源 跟慢慢挖資源 真的還是有差距的 好 跟著這裡補下了騎兵的品種 還有一級的馬凱 準備要來轉這個騎士壓制 那騎士壓制也是 陳寶時代初期 非常強力的一個選擇 唉唷 這邊工兵居然又射掉了三隻村民 波蘭這邊直接開局損失六村 村民差距被明顯打了出來 現在已經落後七村左右 好 前面的騎士出來砍掉了一隻毛兵跟槍兵 等隻騎士回家 等待品種跟跟蹤技術研發好 OK 跟蹤技術研發好了 那 波蘭這裡是還沒有研發 跟蹤技術的 所以 假如數量一落後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騎士 這個 追著跑 那哥爾在陳寶時代打騎士 我覺得問題是不大的 因為他的二級馬鎧 跟品種跟蹤技術 都是有的 跟一般的馬國是一樣的 狀況 而且 在陳寶時代 投資騎士的話 到了帝王時代 馬上轉這個大落馬出來 去騷擾後期對方的農田 也是相當好用的 所以哥德仁打法 算是 需要 腦筋不能那麼死板 我就認為哥德仁 就只能打護兵 其實哥德仁能打的東西 所以在陳寶時代 跟其他文明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想打工兵也行 其實帝王時代沒有強弩 所以哥德仁這邊 還是要走一個開農路線比較好 3TC開農 因為他的折扣還是需要支援 你沒有大量支援的話 折扣的效果 就不能完全發揮出來 所以哥德仁還是比較常看到 3TC開農的一個路線 而不會選擇單TC一波打到底 畢竟一波打到底 對哥德仁來說 太不吃香了 而且進攻成本 實在是太高了 好 破爛這邊是一個雙TC開農 然後補下了生率 進行防守 騎士的部分 並沒有等到貴族貼拳 才補下騎士 而是 陳寶時代初期 就補到了大約快要15隻的數量 補得蠻多的 那有些破爛的玩家 會比較堅持 點完貴族特選 才去點騎士出來 那這方面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是你要守得住 那你可以打算 遇到馬國的話 陳寶時代 轉重裝 長槍兵 配上老頭的防守方式 唉唷 看到這邊高地打低促 不然這邊正面騎士對決 但是好像打輸了 不知道打低的傷害 還是特別高 這裡兩隻騎士 去後面抓生女 果然也是被抓掉了 將騎士在戰場上面打成一片 目前破爛好像被壓制了回去 而且哥德這邊有非常多殘血的騎士 這邊千萬不能深追 再繼續追下去 可能哥德會劣勢 要是能把這些騎士的血量 拿回家繼續補起來 破爛會非常難受 哇 十二隻騎士啊 OK 那我們剛剛繼續講到 那如果你要堅持陳寶時代 點下貴族特權 再出騎士的話 遇到工兵的話 就直接轉這個 蛋毛兵 跟 一些老頭 防止對方騎士 來拆工程器 自己可以出一些 頭石柵或弩炮 稍微走個防守師就可以了 然後趕快挖出第一棟陳寶 點下貴族特權 再轉出騎士 做鷹隊 那這一招 也是有頂尖高手使用的 但我個人覺得 沒有辦法太好使用 因為如果你打 長槍兵被動的話 能夠陷入一個死循環 就是如果對手很會進攻的情況 你就很愛用這個槍兵啊 或是戰毛兵 去反擊對方工程器 這個工程器 弦壓 一個強軍式的打法 那如果你是轉這個騎士 一開始就打騎士加生女的話 你至少有這個主動權 不怕對方直接攻擊你下前方的陳寸中心 或是直接壓寶壓在你臉上 那如果你都是打垃圾兵的話 很有可能對方就會挖手壓在你臉上了 好 但哥德這邊也不怕對手有這麼多騎士跟生女 這一波壓寶會不會出事呢 好 那壓寶的話要壓在這個位置 對 差不多是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OK 這裡補下 那目前哥德爾這邊騎士數量非常誇張 十九師 而且騎士的血量都補滿了 剛剛那些殘血的騎士全部都補血了 那波蘭這邊有明顯上著騎士的數量劣勢 結果波蘭這邊打騎士還是被壓制住了 只能說前面那幾波哥德爾打的太好 好 利用這個高地喔 讓波蘭的騎士數量明顯打輸了 好 那波蘭正面開始圍石 補下來一擊挖金 後面補一根城堡 這個好像補在高地喔 給高地城堡 射出來的箭矢 打這個低處傷害也會比較高一點 喔 騎士直接硬上馬舅 馬舅血量掉得非常快 騎士過來救一下 但是敵方的僧侶也過來騷擾當中 好 這邊波蘭打算要直接招搶騎士 招到騎士要趕快去後方打僧侶嗎 但是波蘭這邊的騎士也被招搶掉 這一波打進來 感覺波蘭會損失一些村民 波蘭這邊被迫轉出了戰... 隨兵 好 戰隨兵擋騎士 其實效果還可以喔 甚至零遊俠都可以稍微能打回去喔 只要能... 讓對方一直正面應戰的話 稍微是能打的 畢竟... 戰隨兵是有破甲效果的 每錘一下喔 雙防都會減低喔 那只要把對方的裝甲歸零的話 城內中心也可以射得非常痛的 好 這一波大戰看起來波蘭守得非常極限 轉出一些槍兵跟戰隨兵騎士老頭 全部能按都按了 哥德這邊沒有點帝王時代 波蘭是點了帝王時代 所以兵力上... 相差非常懸殊 那哥德應該也是有意識到 波蘭這邊的分數異常的低喔 應該是點帝王了 有時候高手們喔 也會去看這個分數喔 判斷對手到底有沒有生時代 那波蘭這邊分數差了快1000 應該是有意識到 所以才打了這一波決戰 這個是我們玩家平常在打的時候 不太會去思考的事情 那這算是一個小小細節喔 希望對大家的爬分會有點幫助喔 好 那目前看到前方的城內中心花被射掉了 但也沒有想要修理的意思 那如果說的話我想要修一下 然後讓巨頭出來拆到這根城堡 前方的城內中心可能就可以守住了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現在太忙了 他忙著在控聲率喔 去防守對方騎士繼續燒了 而且現在升到地龍時代了 要點的科技有點多 那這裡就是波蘭的分水嶺 看他這邊要繼續打這個騎士呢 還是要打這個步兵喔 那目前遇到哥德這個情況喔 轉騎士又打槍兵的情況 轉騎士的話會稍微難打一點喔 這裡直接轉戰錘兵 甚至也可以考慮轉下強奴 但轉強奴的話會顯得有點被動一點喔 因為對方哥德人轉這個哥德位隊喔 轉兵的投資 轉兵喔 是比波蘭轉強奴還要更少資源 這邊波蘭不如就直接打個騎士 漏馬 或搭配這個戰錘兵 會更適合一點喔 打一個步騎作戰 我們頻道常講步騎作戰 騎兵加步兵的路線可能會更適合 波蘭現在這個處境喔 波蘭現在村民術已經落後大約40吋 哥德現在是137吋 打93吋 村民差距非常巨大 好前方的巨型頭司機被村民收了回來 戰錘兵一直努力防守 正面上來的騎士直接阻擋掉 並沒有讓對方的騎士繼續進攻 OK這一波戰錘兵打得很好 OK走這個步驢路線 戰錘兵的缺點 他的缺點就是走的會比較偏慢一點 他的跑速只有0.99 哥德衛隊還有1.15的跑速 一般的槍兵跑速也是比戰錘兵還要快 1.10 所以戰錘兵的缺點算是 只有跑得慢吧 應該是沒有點護衛技術嗎 但我不確定點護衛技術會跟槍兵一樣快 好那 破爛這邊是轉出了戰錘兵 好 果不其然哥德到了地龍時代也準備轉出哥德衛隊 好上方兩個巨型頭司機開拆城堡 好後方一直有一些哥德衛隊到處盧曉 還有拉一隻神呂 招翔 哇自滴 還有這邊居然知道哪裡被招 反應很快 好三台巨型頭司機繼續開拆 哥德這邊則是轉出了二級的步兵鎧 準備要來打一場步兵爆了 那哥德他最強的時間點 就是他地龍時代初醒 哥德衛隊加上三色布丁 是一個很強勢的打法 這樣這個三級弓馬上補上去 畢竟沒有三級的板甲 也不用先升防禦力了 那遇到波蘭這邊轉戰錘兵 哥德可能上地龍時代要先點個化學 就算自己沒有打算要轉火槍 還是要以被複死之需 先點個化學 會比較好 不然戰錘兵 哥德人能解的方法其實並不多 打這個劍兵有事還不一定打定 那如果是轉騎士 重裝騎士的路線又沒有三級的馬卡 雖然對上這個近戰當務來說 多一防並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波蘭人他是會破甲的 所以騎士換久了還是會虧的 畢竟戰錘兵的造價非常便宜 但騎士並不便宜 所以哥德這邊最好還是補化學 準備轉火槍 可以上劍兵勇士 或是重裝長槍兵 我知道我覺得槍兵可能沒什麼太大意 但還是要稍微有個東西在前面擋會比較好 要讓火槍有這個輸出空間 真的白白喔 就讓對方直接敲到自己的火槍 這邊換成破爛開始前壓寶 戰錘兵一波往上一波往下 這裡四隻老頭招翔子招兩隻 招翔之後就往後走 這邊細節處理的還不錯 戰錘兵這邊想要包 但是自己的巨型投司機被拆掉了一台 第二台重巨型投司機 看起來是安全 這一波波蘭算是贏了蠻大一波的 哥德這邊衝的有點太快了 剛剛如果重裝騎士有好的話 交換可能不會這麼的差 但就算好像升級了重裝騎士 也沒有辦法拿下 不然這一波的軍隊 轉火箱才是真理 這個高地堡來得及修回來嗎 那的村民有大概十六村 十六村遇到三巨頭 四巨頭應該是不行 OK 沒了 這裡按了五台巨型投時機 按了非常多台 他這裡並沒有把黃金要留給大洛馬升級 或是要點下獵克提克遺產 或是要轉這個重裝騎士 破蘭現在完全沒有這個想法 他安全的就是一大堆攻城器 往前拆就完事了 好 這一波騎士沒有碰好 又送掉了一波 上方這邊偷挖黃金被破蘭給抓包 破蘭這邊也補下了三級攻 好 戰錘兵精銳升級已經也升級好了 攻擊力來到10加2 原本只有8點傷害 像這10點 對一半其實差不多 結果還是有黃金可以轉出金冠技術 热克提克遺產 那打毀自己的肉馬 也會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去偷對方家裡的村民 是非常方便的東西 但是火槍的問題 暫時沒有辦法解決 火槍打戰錘兵傷害死在太高了 哇 這個變很快 但是前方沒有東西擋 戰錘兵直接過來 哇 對著火槍兵就是一頓輸出 這裡甩槍甩就有點痛苦 如果是精銳突了起火槍兵的話 就沒有這個攻擊的延遲 甩槍速度特別的快 火槍兵的話 一般火槍兵還有這個攻擊的延遲在 所以沒有辦法耍得很順暢 能不能順發 是很重要的 好 戈到這邊按了幾隻馬弓 有必要嗎 所以繼續突火槍好像就夠了 這邊轉馬弓 可能也是要防對方的洛馬 畢竟破爛的馬鎧 4秒3級馬鎧了 轉馬弓的話 確實解洛馬是很好解的 跟移動速度 可以追得上洛馬 但是火槍卻是追不上的 好 轉出大洛馬 哥德這邊 正面雖然解掉這坨戰錘兵 但是他的反制能力並不是很好 現在家裡也要BBQ了 還有火槍還在繼續補 馬弓的話只按了一隻 是霧暗嗎 那如果這邊要轉重型馬弓的話 所需的資源也要很多 3級的弓兵射程 也要趕快升上去 還有這個重裝馬弓也要960 整體看起來 轉這個重裝馬弓要升級的東西 還是非常多的 好 站在火炮上了高地 進行反擊 高打低城堡殺在非常的高 這裡用火槍在防守火炮 進行投石機反制回頭 打個一炮 直接打中了火炮 好準 好 下方大洛馬還在騷擾農田裡的村民 這裡槍兵過來防守 但槍兵數量有點少 修召院三個生物都被打噴了出來 這波包夾 大洛馬直接後面抓了火炮 抓掉兩台 前方的火槍兵 看到戰錘兵這麼大量 來不及拉打 雖然剛剛還是有想要拉的動作 但是槍兵數量有點太少 戳這個戰錘 戳這個弱馬 有點痛 哇 哥德這邊直接打出了GG 哇 哥德本來領先破爛40村 結果後面經濟後來居上 直接反超了哥德經濟嗎 好像有點反超欸 來看一下 好 經濟方面哥德是贏的啦 沒事沒事 前期贏了40村 怎麼可能有贏 對不對 但食物的部分 跟哥德蠻像的 只輸了大概不到1000食物 大概600 800 800左右吧 輸了800食物而已 並沒有到破千 還可以接受 黃金的部分也是哥德 挖的比較多 石頭也是 整體的經濟資源 哥德都是領先於波蘭的 那波蘭這邊會那麼慘 也是因為哥德這邊軍事打得非常好 沒想到後方 後這個地圓的時代 直接被波蘭給逆轉 波蘭的戰錘 實在是太彈了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他可以開農 那農出大洛馬之後呢 就一直把洛馬往後送 雖然哥德還是可以出槍 並有進行防守 去防這個大洛馬來騷擾 但是自己能挖的黃金也不多了 家裡的黃金都挖乾了 那這邊呢 這個野心呢 也是在波蘭家裡 那如果這關機挖完的話 就只能打出GG了 後面這個戰錘兵士 手續後面偷偷拆架了 高手們偷偷拆架 我們都沒有發現 都在看正面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等待會兒